没有了死刑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穷凶极恶的罪犯们被流放至无人岛 本以为逃过了死刑 却不知这里竟比地狱更黑暗 大家好,我是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关于人性的电影 新地群岛,又名逃离兵魔岛 故事开始 俄罗斯出于人道保护 开始全面废除死刑 没有了死刑的压制 犯罪率开始飙升 很快监狱里就人脉为患 犯人们简直拿这儿当成白吃白住的旅馆了 面对如此情况 政府又想到了个奇葩对策 他们在寒冷的北方圈了块地 打造成一个兵魔岛 然后挑出一批背叛终身监禁的囚犯们 将他们流放此地 囚犯们被押进一艘货船上 驶向了未知的新地带 船上的囚犯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老白带领的穆斯林 一派是大壮带领的猛男们 剩下的则是以男主一万为主的散户们 不过他们从来都不主动挑事 倒是老白和大壮等人互相都看不顺眼 经常大大出手 这次双方再次互相挑衅 直接在船上就斗起了欧 直到士兵鸣枪示意 这场暴动才平息了下来 几天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叫兵魔岛的鬼地方 常年被冰雪所覆盖 四周除了山就是海 还有几间新建的板房 没有交通工具 根本寸步难行 士兵们将物资搬到岸上 里面居然有不少武器 看来他们完全不担心暴乱问题 几个研究员打扮的人 向囚犯们宣布规则 首先是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接着恭喜他们自由了 岛上不会有任何警卫看守 有的只是卫星监控 当然了 这也仅是方便查看大家的情况而已 预防会不定期给大家提供物资 方便诸位在岛上生活 如果觉得不该心想走了 也不用担心回不去 只要坐上岸边的小艇 到几百米外的海上通讯站 按下通讯按钮 之后就有人来接了 听起来这里比监狱 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呢 交代完毕 研究人员和士兵们纷纷坐上快艇 在离岸边几十米后 士兵拿起信号枪 向岸上某处发射了信号弹 那里放着手铐钥匙 囚犯们可以给自己解锁 眼看快艇越离越远 囚犯们立即一拥而上 拼命地抢夺地上的钥匙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而穆斯林则排成一队 他们从外面包围着人群 最先解开了手铐 接着转身就向物资箱跑去 他们拿上武器后 又再次冲进了人群 开始用暴力镇压住所有人 一旁的老白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穆斯林占据了完全的优势 他才开口说道 将所有的人全部杀掉 既可以报仇又能省下口粮 怎么样都是稳赢的局面 几名囚犯为了逃命 起身就向外跑去 结果立即被当场砍死 血腥的场面刺激了所有人 既然红树都是死了 不如拼死一搏好了 伊万率先拿起石头反抗 其余人也纷纷跟随 穆斯林派人员较少 虽然有武器在手 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而且都是些不怕死的货 很快穆斯林派被打得哭爹喊娘 手里老白和几个骨干 全部都被石头给砸死了 有三名穆斯林成员趁人不备 坐上了岸边的小艇 他们来到海上通讯站 用桨敲换设备后 准备坐船逃离这里 可惜没划多远 就被巨浪给拍下了船 几人全部葬身海底 穆斯林派团灭后 所有人开始搜刮物资 看着犹如过年一般疯强的景象 众人皆最我独醒的一万 很清楚接下来要面临什么 这里看似自由 实则比监狱里还要残酷 他迅速将物资装进包里 转身就离开了营地 穿过雪山躺过河流 不知道走了多久的一万 总算找到了满意的栖息处 有几块岩石组成的洞穴 刚好可以为他遮风避雨 他气喘吁吁地坐下 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相片 照片上是他美丽的妻子 和两个可爱的孩子 一万是个飞行员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 为何会是监狱里的囚犯呢 原来他的妻儿死在了一次空难里 而那次事故 是因为工作人员玩乎职守造成的 愤恨难笑的一万 开枪射杀了六名相关人员 这才被抓进了监狱 虽然大仇已报 但死去的妻儿再也回不来了 一万伤心地流着泪 最后倒在地上睡了过去 等他一觉醒来 却发现装着物资的袋子 被老鼠吃了个金光 看来监狱那边也没安好心 居然在袋子里放老鼠 没有了口蓝的一万 只能学被爷进行荒野求生了 有时运气好 能抓只海鸟打打牙记 有时走被子 可能几天都没饭吃 日子实在是过得艰难 可即使这样 他也不愿意回到营地 这一天 运气爆棚的一万 在海边弄到了只海鸟 他赶紧生火做饭 好让自己美美地吃上一顿 不料 烤肉的香味引来了个人 竟然是他曾经的室友豆芽 豆芽这个人吧 除了脑子不太好使 平时人还是不错的 此时他面黄肌瘦身性枯膏 一看就是饿了好多天 一万只好将食物分给他 豆芽立即狼吞虎咽了起来 他告诉一万 营地现在被大壮统治 所有人都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 因为食物被老鼠啃食大半 所以他们都过着寄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 还要给大壮当奴隶 受不了压迫的豆芽 这才决定逃了出来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万 他还以为对方早就死了呢 既然两人这么有缘 豆芽决定跟着一万混了 第二天一万发现 自己最宝贵的照片不见了 他急忙去寻找 却发现是被豆芽拿走了 并对着照片做了很猥琐的事 这可碰到了一万的逆龄 他愤怒地抱作豆芽 但他仍保持了一丝理智 没有对豆芽下死手 可见一万还是个本性纯亮的男人 之后两人继续在这生活着 多个人就多口饭 眼看着天越来越冷了 别说抓海鸟了 连鸟毛都看不到一根 两人只好到水里抓鱼 可忙活了半天 还是亮手空空 正当一万烦躁时 却发现豆芽竟捡了只手表 接着又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架水上飞机的残害 这简直给了一万离开的希望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岛上也开始下起了雪 雪上加上的恶劣环境 让两人随时会被冻死 无奈之下 为了活命的一万和豆芽 只好回到营地偷点物资 而营地此时已经大变样了 大壮掩人就是营地的王 他把对自己有用的人 全部收至麾下 让他们穿上红色的外套 一边享受着物资 一边管理着整个营地 而剩余的那些老弱病残 则通通穿上了蓝色的外套 并当成奴隶一样对待 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 大壮还发明了一种变态游戏 每天罗声一响 穿蓝衣服的囚犯们 就要拼命的跑向破本房里 而跑在最后面的人 就是今天的猎物 不仅要被杀掉 还要成为众人的口粮 是的 时无短缺的囚犯们 竟然开始吃起了同类 而蓝衣们为了生存 只能每天屈服在大壮的营威下 看着同伴被杀掉 然后一边庆幸死的不是自己 一边又害怕明天死的是不是自己 疲惫不堪的意外和豆芽 偷偷地潜入了营地物资处 本想偷点东西就走 无奈全是都冻僵了 手脚根本不听使唤 两人只好趴在刚熄灭的炭火旁 汲取些微弱的暖意 营地里刚结束一场变态游戏 众人像扛猪一样扛着尸体 正向火堆这边走来 豆芽即使醒了过来 他本能的想要逃走 可以回头 却看到了陷入昏迷的伊万 不忍抛下同伴的他 只能再次折返回来 当他拖着伊万想要逃跑时 被大壮等人捉个正着 这下口粮又多了两个 大壮正要下令杀掉伊万和豆芽 穿着红衣的胖哥 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服 因为之前在传上时 伊万就帮过他们 现在大壮居然想恩将仇报 出来混的也要讲点义气好吧 说完就和大壮一伙打了起来 可胖哥就一个人 哪怕再能打 也不是众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压制住了 大壮表示 既然好日子你不想过 那就滚去当口粮吧 于是胖哥被换上了蓝衣 和伊万等人关在了一起 第二天 罗生再次想起 惨无人道的变态游戏又开始了 伊万打心底里厌恶着 认为这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于是他没有跟着众人跑回房内 只是站在原地不动 借此抗议大壮等人的恶行 而跑远了的豆芽再次折返了回来 他拼命的拉扯着伊万 将他强行拽进了板房里 这场游戏 总要有个输家献出生命 被选中的蓝衣囚犯 被众人抓了出来 他绝望的喊着救命 可惜所有人都麻木的看着他 并未伸出援手 很快那名囚犯就被当场宰杀 然后丢进锅里煮熟 最后再被众人吃进肚中 伊万亲眼目睹了这惨无人道的一幕 更加坚定了他想要反抗的决心 虽然很多蓝衣囚犯们 都厌恶这种同类相残的游戏 但却一直没人带领他们反抗 现在颇有威望的伊万来了 众人找到了主心骨 当然是纷纷跟着响应 次日游戏又开始了 但是这次 在伊万的带领下 所有蓝衣们都原地不动 见此情况 大壮来到了伊万面前 两人开始谈判 伊万认为 现在粮食紧缺是主要问题 只有去海上通讯站 和监狱那边寻求帮助 物资一旦送来 也就没有必要再玩这种变态游戏了 大壮则冷笑一声 说自己这边物资还算充足 没有必要去寻求帮助 眼看谈判即将失败 伊万只好拿出最后的筹码 他告诉大壮 自己找到了一架可以使用的飞机 只要把它们放出去 就把飞机的位置告诉他 此话一出 果然引起了大壮的兴趣 他立即叫了一个红衣技工 并打开了脑门 将蓝衣们放了出来 伊万带着技工等人坐上小艇 一路滑到了通讯站 要去修理被打坏的设备 不料 阴险狡诈的大壮 看着伊万划船离开后 又带人将岸边的蓝衣们包围 原来自始至终 大壮都真的不信有飞机 他将伊万支开 没有了领头人的蓝衣们 只能乖乖的任他宰割 大壮看着领头的胖哥等人 立即下令干掉他们 所有蓝衣们都吓得不敢反抗 只有胖哥和另一名成员 拼命的和红衣们对抗着 可惜他俩势单力薄 很快就惨死在了对方手里 接着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信 大壮又随手拎出几个蓝衣 将对方残忍杀死 成功上映了一出杀鸡尽猴 大壮满意的笑了笑 喊了句游戏开始 蓝衣们条件反射的开跑 就怕自己是最后一个 大壮再次成为了营地的王 而这一切远在海上的伊万一无所知 他们来到通讯站 激光检查后告诉他 按钮损坏的太厉害了 根本没有办法修复 无奈之下 一行人只能坐船返回 几个红衣在岸边等待 一看伊万等人回来了 赶紧上前询问情况 其中几个红衣和伊万的关系 还算不错 也希望救援能够赶紧到来 伊万只好说救援马上到 但是大壮并不傻 他记得女研究员说过 通讯成功后会发出绿色的信号灯 自己还没瞎呢 哪里看到了什么绿光 但伊万坚定的说 救援一定会到 大壮觉得伊万威胁到了自己 决定要杀掉对方 但一旁的激光却趁其不备 先动手杀死了大壮 而站在伊万这边的红衣们 也趁机请缴了大壮的死忠们 接着他们回到营地 放出了被囚禁的蓝衣们 向他们说道 补给会在25天后送来 现有的食物会平分给大家 以后不用再自相残杀了 这下众人才迎来了真正的自由 他们来到水上飞机那里 将飞机拆解后 带回营地组装 为了逃过卫星的监视 他们还修建了一所机棚 每个人都希望能坐飞机离开这里 转眼 二十多天过去了 监狱那边开着军舰 带来了新的物资 而此时的囚犯们 已经从206人缩减到了87人 伊万借口天气寒冷要取暖 向女研究员要来了发电机和柴油 不过这次 岛上又迎来了新的成员 是100多名其他国家的死刑犯 士兵们丢下钥匙就走了 而这些黄衣囚犯们 竟然有条不紊的捡起钥匙 打开手铐 他们全部都听命于一人 就是站在最前面的大黑格 伊万试图和对方友好相处 可惜对方非但不领情 还要动手杀掉伊万 这下一场恶战瞬间打响了 而这一切都被军舰上的 女研究员看在眼里 她知道不少人会死在这次搏斗中 看来流放计划是失败了 侵视过上级后 她命令士兵们 杀光岛上的所有囚犯 于是一场屠杀在岛上进行 面对一干重型武器 囚犯们丝毫不能反抗 转眼岛上的人就被屠杀殆尽 士兵们简单清理尸体后 又坐船回到军舰 侥幸逃过伊万和技工 赶紧跑到了机棚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同样幸运的豆芽和白发哥 斯人立即将飞机推了出来 想起飞逃离 可是就在此时 豆芽却向众人告别 她转身爬上身后的悬崖 早已失去容身之处的她 看着飞机起飞后 随即毫无留恋地跳进了海里 选择永远地留在了兵魔岛 飞机驶过海面 却被军舰发现 士兵们开枪扫射 在密集的枪炮中 技工和白发哥 不幸中弹领了盒饭 而老司机伊万 则尽力稳住飞机 不被击落 接着飞机进入了安全区 穿过云层 向着阳光飞去了 全片就此结束 整部影片不得不说 非常有俄罗斯硬汉风格 监狱里的血腥暴力 还有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都通过屏幕传达给了观众 而影片里的死刑问题 也引起了观众的思考 善与俄的界限 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那么取消死刑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